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来 跟大家讲个好消息 为了奖励大家上个季度超额完成任务 咱们这周末团建 你们想去哪玩啊 这次所有的开销都公司报销 真的吗 那我们去海的渔吧 杨子家不是在海边打鱼的吗 我们可以去杨子家玩 杨子 你说说你家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吧 老板 那我们就去钓鱼吧 我爸经常带我去钓鱼 行啊 钓鱼多省钱 钓上的鱼还能吃 自己钓的鱼多香啊 就这么定了 那老板我们怎么过去啊 杨子家离这里挺远的 杨子 你去给大家订个机票 我们坐飞机去 老板 要不我们别订机票了 我从来没订过 我也不会啊 杨子 当你每次放假都是坐火车来的吗 那么远也太辛苦了吧 杨子 这次你不用为了省几个钱 带大家坐火车 这次公司报销 是为了奖励你们上半年那么努力工作 老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我们可以坐直升机去我家 这样就不用下了飞机再转车了呀 杨子 我们哪有直升飞机啊 再说了 你家有停机坪啊 没事的老板 我们家有直升机啊 我家的船上还有停机坪 我们直接降落到船上就可以直接出来打鱼了 杨子 你就吹牛吧 你家打鱼的船还有停机坪 那是什么船呢 历史至尊游艇 记得关注我哟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杨子 你有好吃的怎么不给大家尝尝 就是 杨子 你真小气 你们在说什么呢 老板 杨子不好好工作 在办公室里面吃毒食 我没有 那大家一起吃好了 这草莓不错啊 个头大 真实还多 还很甜 杨子 你在哪买的 这是我家自己种的 今年产量不多 才几百个 只能自己吃了 原来你家是种水果的呀 我还以为是有钱人呢 对了 杨子 你家今年草莓产量不是很低吗 我们也不能白吃你的 这五千给你 你把剩下的都打包到公司来 让我们大家都尝尝 老板 我家的草莓你给五千的话 我可不能卖 你不用不好意思 虽然这五千块钱有点多了 你就当是公司这段时间 奖励你认真工作 不是的 老板 是太少了 五千连两个草莓都买不到 怎么可能 你一个草莓怎么可能卖那么贵 老板 我这个是美人机草莓 一个三千多呢 记得关注我哟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来 大家把手头上的工作停一下 我来讲几句 我希望今后啊 咱们同事之间遇到困难都互相帮助 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你们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小王 你明白老板意思吗 我好像是明白了 老板 这个给你 小王 这是什么意思啊 老板 你刚才不是说 同事之间遇到困难又互相帮助 像一家人一样团结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天天骑个电动车上班太困难了 这张奥迪拿起开了 这不行啊 这可不行 小王 老板 你是说这个奥迪不行吗 那还有保时捷 病例 法拉利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选一个吧 老板 这个给你 样子 你这又是干嘛呀 你不是说同事之间有困难 要互相帮助吗 我看你还在收房 挺困难的 正好我家房子多 就送你一套 哎呦 你们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你们去帮助咱们公司 真正困难的人 老板 我们都问了 咱们公司啊 就你最困难 记得关注我哟 你好女士 公司不可以带宠物进来 你怎么说话的 这可是我儿子 哎 不好意思女士 这是经理规定的 而且今天下午有大客户要来 宠物是不能入内的 你给我让开 不要碰我儿子 来人啦 打人啦 怎么回事啊 谁打人啦 主管 你们站在前台 听到我叫哈利 哈利可是我儿子 赶紧给我道歉 主管 我没有踢他的口 而且单上明文规定 不能带狗进来的 还不道歉是吧 信不信我让你们全部走人 小王 你跟他道个歉吧 他可是总经理的表妹 对不起 我让你给我叫哈利道歉 让人给狗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你跟他什么关系 多管闲事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是你生的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别仗着是老总亲戚 就来公司耍威风 大厦明文规定 不能带宠物入内 你怎么那么特殊啊 他是我儿子 不是宠物 还你儿子 好好的人不做跑去跟狗认亲戚 你叫上儿子看他答应吗 你是哪根葱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不知道这家公司老板是我表哥吗 你给我闭嘴 真是给我丢脸 李小姐 让您见笑了 表哥 他们欺负啊 这是我们的大客户李氏集团李总的千金 赶紧给我滚下去 站住 给他道歉 三金 我听人士说你被开除了 怎么回事啊 进来的组长 他给的工作量太大了 我说我完不成 他就叫我离职 就是桌子上这些啊 这也太多了 摆明是难为你嘛 人家是林董 我也没办法 你先别走 我去找他去 算了 杨子 别连累你了 没事啊 你放心 杨子 你有什么事啊 领导 我想问一下 您为什么要辞退三金 哟 替你的好姐妹出头来的是吧 我奉劝你一句 不该管的事别管 趁我先的心情好 最好从我眼前消失 听清楚没有 我不明白 三金的业绩是我们主最好的 他走了 我们主的业绩怎么办 要不说你们只配当小员工呢 就知道业绩业绩 一个人干十个人能活 这么突出还不是想往上爬 我明白了 你是怕三金威胁你的地位 故意把他刁难走的 是又怎样 这间办公室谁说了算你还不知道吗 想保住饭碗 还不快滚 该滚的人是你才对 看看我手上这是什么 你竟然录音 我不光录音了 我还开启了投屏 全公司的人都看着呢 早就看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没想到你还是个废物 连手下的员工你都要排挤 你这种人有什么权利在这里要舞阳威 一个小组长把自己喘成个球了 真是可笑至极 你 看什么呢 都是个球了 不踢你还不会滚了 喂 表哥 我现在工作需要用车 你把你家院子里那辆小摩托接我呗 什么 不会吧 不能用了 杨子与客户约谈迟到 导致客户不满 扣除这个月奖金 杨子 下班来一下我办公室 老板 你找我 杨子 刚出来参加工作都不容易 但是做错事了就要接受惩罚 但是你也不要灰心 我只有两千块钱 你拿去买一个电动车 这样上下班也方便一些 这样出去谈客户 也不用找别人借电动车了 这个社会很复杂 求人不如求己 好好工作比什么都强 老板 你说的太对了 汽车真的不靠谱 我要不是因为开着这破车去 也不会迟到 法拉利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你表哥借电动车啊 这不是谈客户着急吗 怕堵车 想找个不怕堵的 之前去表哥家别墅 看到院子里面有一个摩托车 就想借用一下 没想到是他花五百万 拍回来的老爷车 中碳不中用 公屋买个电动车使用 谢谢你啊老板 你先坐一下 我给你倒杯水 好好好 你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呀 这是我爸给我买的小公寓 记得在外面住自由 那我以后就可以经常过来回你了 我给我男朋友说 这个房子是我爸给我买的 你一会儿别说漏嘴了啊 可是这房子是我们合租的呀 去换我这一次嘛 我朋友最近家里住 我随着点乱 你别介意啊 你能不能不要挡着我看电视啊 我就扫一下这里就好了 偏偏这个时候扫地 你是想赶我出去吗 这可是三金家 整是个累赘 你好没好呀 我上班又来不及了 你催什么催呀 两个人起初当了久一点呀 我催什么 你好意思说出口 你 你太过分了啊 三金好心收了你 给你一个地方税 你还屁吃那么多 收留我 被收留的人应该是你 这是我们合租的房子 你说收留的人该是谁 什么 这是你们住的房子 小明 杨泽你是故意的吧 装大款你也要有这个实力 现在拎着你的行李给我滚蛋 凭什么我滚出去啊 就凭厨房合同是我签的 记住 你也是被收留的 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妈 没人惯着你 喂爸 刚刚给你打了三万块钱 你收到了吗 我挺好的 同事们对我也都挺好的 妈的病你别担心 有我呢 三金我们一起吃吧 我点多了 谢谢杨泽姐 你看三金 自己舍不到花钱吃好的 天天啃馒头 反过来蹭别人吃的 就是你看他那抠样 我最讨厌抠的人了 三金你别在意他们说的 杨泽姐我真羡慕你 你不仅人长得漂亮还有文化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大家都很喜欢你 如像我 家里穷没有读过什么书 雅中工作可努力了 天天下班 老板一不在就在那玩游戏 就是啊 天天啃个破馒头 在这装可念 这游戏还不错啊 这场景吃穿用度 惊险还在生活风采 啊 还有无类的声音啊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你们是不是吃饱的撑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们了解三金吗 你们就这样天天说他 三金天天天吃饭头怎么了 碍着你们事了吗 花你们钱了还是吃你们饭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人 就不要随意的去评判 我就说他 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能把你怎么着 狗咬我一口 我还能去咬狗吗 你别指我 小心我给你盾了